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剛剛我做完的結果 其實很簡單,反正就是說輸入成績 但是特別注意,這個地方輸入成績沒有防呆 所謂的防呆就是說 它應該要先輸入成績,先判斷一下 它的輸入成績是不是0分到100分之間 如果不是的話,那就要告訴你輸入成績是錯誤的 我們其實沒做,其實應該要做 不然的話,它如果輸入120分怎麼辦 那就沒有這個,120分它有可能是什麼 它應該還會顯示100分 當然這個地方我們還是沒有防呆 那我再開demo一下 就是說如果正確的100分,它輸入應該是A 那如果輸入應該是75分的話,那應該顯示B 所以這邊的話,我主要是顯示的部分 除了顯示這個結果之外 另外的話,也會顯示底下的東西 OK,主要這兩個東西 然後再來的話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說,我這邊 假設輸入68分,那應該輸入C 這邊顯示出來是C 那不及格的話呢,就顯示什麼 不及格就顯示D 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圖怎麼來的? 其實也是網路上抓來的啦 OK,那我就大概找一下就是說 看怎麼樣適合的圖 我就顯示對應的這個圖部分 這個當然你們可以自己再去網路上找找看 OK,好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先顯示一下結果給各位看 那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這個程式裡面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 首先的話,第一個啦 一樣是開一個新的專案 其實我是直接拿之前來改 所以我剛剛只有做一件事 就是把剛剛的專案什麼? 另存專案 然後改一個名稱而已 OK 但是裡面的東西 有幾個地方我有變更 第一個就是說我標籤1裡面 本來是請輸入什麼年齡 我把它改一下 第二的話,底下這邊有一個 請輸入正確的年齡 我把它改成 反正只要看到年齡這兩個字 通通改成成期 這第一個 其他應該沒什麼改吧 其他地方都用之前的啦 那圖像部分也是一樣 反正就是放圖啦 那另外還有哪個地方有改? 這個地方有改 就是說呢 我在這個素材部分的話 本來是這個未成年齡 然後青年、壯年、老年 那因為這個地方有A、B、C 那我其實只是說 用Google的方式去那個網路上找一下 OK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我用Google的方式 反正就是打個成績A、成績B 它就顯示出來 那我就是挑裡面可能OK一點的 然後按右鍵 這邊把它另存圖片 就有那個圖出來了 那我就分別把它給開一個名稱 一個A、一個B、一個C、一個D OK 然後就分別把它上傳上來 就有了 不過我建議啦 那你們請各位就是多花一點時間 找一些比較有美感的圖 反正最後其實 除了說畫面看起來OK之外 還要再強調一下它的那個整體的平衡跟美觀 OK這個部分 當然未來你們的那個作業 就是期末的專題作業 可能也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剛剛初期的部分 也許你可以 不需要特別注意 作業部分也許可以稍微寬鬆一點點 好 所以第一個 我大概改了這幾個地方 那第二個的話 程式部分的話 有哪些地方 做修改 我再切掉程式部分 好 那各位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我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跟各位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呢 我的變數名稱 本來叫年齡 我把它改成叫乘機 所以改完之後 你會發現 它這個改完其他地方 也會全部跟著變動了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的那個什麼 輸入文字的 文字輸入 輸入盒裡面 它這個地方呢 我也一樣改成叫乘機 原來叫年 這個地方也變動了 再來還有什麼地方 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邏輯判斷 原來是小於18 我把它改成什麼 大於等於80 也就是說呢 它的成績 假如說 是80分以上的話 那我就給它A 但是你想說 老師那100分以下呢 這個不管了 當然你這邊一樣可以 假如說你想要像底下這樣 是100分以下 80分以上的話 那其實當然你變成你要寫下面的方式 不過我這邊寫的比較簡單 是 只要它大於等於80分的話 那就是A 那並且顯示出什麼 顯示出那張圖 所以那張圖的話是A 那我上個禮拜講過了 那張圖呢 有兩個方法 就是說你可以去抓那個 圖像1裡面它自動會顯示A 那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一個字串 所以這邊兩個是一樣的 結果是都可以 那兩個方法其實也都沒問題 所以 第一個是邏輯部分 邏輯部分的話是 當它大於等於80的話 那就是輸出A這個字 然後並且把這個圖顯示為A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是B的話 它是大於等於70 而且小於等於79的話 那就是B 把B這張圖抓出來 那一樣的方法 底下是大於等於60 有沒有 然後小於等於69 那就是C 然後呢 把C的圖抓過來 剩下來的話 就否則 剩下來的 其他就不用比了 因為剩下來應該就不及格了 那這裡的話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說 你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是 這邊記得一樣是大於等於80 如果你是大於80的話 那等於是說80就沒有包含 那如果 假如說你一定要寫這樣大於80 那你可能就要大於的話 就不能大於80 你不能大於的話 大於79 有沒有 大於79的話 邏輯就等於大於等於80 OK 不過這樣寫好像邏輯比較不通 所以我們就乾脆寫這樣 大於等於80 那這邊一樣喔 如果說你要是大於等於70 然後小於 甚至你可以把它改成小於 小於的話這邊就可以改成80 小於80可不可以 也一樣可以喔 所以小於等於79 就等於小於80 兩種寫法都可以喔 所以如果有同學寫成小於80 你不要以為自己寫錯了 沒有標準答案 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就看你怎麼去思考 不過盡量邏輯要統一就是了 你不要一下寫這樣 一下寫那樣 這樣當然很容易就搞混了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 我就用小於等於79 就看你比較習慣哪一種寫錯方法 然後底下就完成之後的話 那最後你就可以把它打包成APK 那就可以RUN出來 那得到的結果呢 應該就會是我剛剛看到的這樣子 OK 那這個大概就是今天的第一個作業啦 所以最後請各位就是把這個作業並且怎麼樣 導出那個AIA 跟這個下載APK 大概就兩個檔喔 所以將來呢 如果你要交這個APP的話 就交兩個檔 一個是AIA 一個是APK 兩個檔 OK 那這樣就是APP的作業 OK 好 那畫面再還給各位 先試試看 把這個位先完成喔